好,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这场战况来自于我们的第六位挑战选手 来自于幻影战队的乐 以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胡七哥 他最后说从我们的左下方位置 红色法国 而我们的右上方位置选手 是来自于我们的魔鬼战斗部部长 冰天王进行挑战冰天王 这场战况可以说是国内顶尖级的高手对决 最最高质量的战况 大家拭目以待 五局三胜制 左中小倒右中位置不打 以求公平公正 好,双方现在正在进行出口弹开 好,部长已经叹开对战选手 我们的幻影战队的乐 他现在已经在我们的中间位置 集中防守 他的法国可以让人浑身颤抖 因为他的法国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俗话说的好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这就是在形容他的法国 而魔鬼战斗部部长 以我们五百分的高分高居排行榜的榜首 他的作战经验也是堪称奇迹啊 非常顽强 作战思路非常清晰的选手 各方面的能力非常的强悍 是一位综合能力 非常全面的选手 他选择的战术 三牛移中弓 将自己的基地选择拖到中间位置 而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乐这个时候在中部形成全力防守 大家注意观察他的防守 可以看到他的防守可谓是 滴水不漏 钢铁般的防守 部长现在的情况三牛移中弓 下关位置选择任势 做上中弓之后进行出坦克 让自己的坦克随时跟上 而正在这个时候 他的选择是用基地 我们来看一下基地 基地进行吸引之后 开始进行打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他打的是 打的是牛 直接激暴对战选手一牛 将自己的基地 选择拖回去继续形成发展 前期影响到我们的 乐的一牛 好乐的话这个缩牛弓 缩牛弓还是没有缩回去 可以看到乐的防守 可以看到他做到很多的地宝 一二 双光灵塔加一门巨炮 两地宝 前面还有一个地宝被打掉了 好 好部长现在开始进行前期的快攻之后进行后发自刃 好从重弓当中选择出到一牛之后 迈掉下方位置的重弓 求控制自己的精键 但是我们的乐 注意 乐这个时候 然在用上一辆飞行兵进行烧尔对战选手的电场 好乐又是一次发展起来 我们看一下中间位置是三牛 三牛继续进行发展 而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部长 这场战况谁出现了掉线吗 怎么样 我们就突然卡了一下 但是仍然连接上了 我们看一下乐现在这种钢铁般的防守 仍然是部长一直找不到漏洞点 好部长一下子从重弓当中选择出牛 来获取自己的经济 一二三四五六 好我们看一下乐又是选择做出了一门巨炮 他现在已经做出了重弓在我们的后方位置 然后还做出了这个维修厂 出牛发展 开始用上了飞机 进行马上哈基塔克 但是回来的路线出现了失误 回来的路线出现了失误 直接是被两个防空车击掉 好我们看一下部长现在 一二三四五六六牛双重 六牛双重弓 现在将自己的基地选择脱向我们的右中位置 继续形成发展 后发自人 前期影响到我们的乐的一牛进行采矿 后期 现在打的是一个发展 好我们看一下乐也是 是一个发展王 他现在一二三是爆炸一牛 但是他现在发展仍然很快 他现在是四牛 四牛再继续选择 出牛然后出基地 看一下部长 部长现在的情况 选择向我们的下方位置进行拖移 前方位置又是出现了两人巨炮的位置上 部长已经直接来攻了 他选择干嘛呢 我们看一下直接选择拼牛 又是一次将我们的乐拼爆一牛 看一下还在继续的选择 进去进行拼牛 好乐这次的说牛功说得非常的不错 好这次只损失了一牛啊 这么多的坦克只损失了一牛而已 而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大家注意观察鼠标显示 好乐现在的牛车也是伤痕累累 但是我们的牛既可以超时空牛车 他也可以缩牛也可以进行做回血 好我们看一下乐 那现在的发展已经选择出到了双基地啊 双基地继续形成发展 而且选择从重工当中进行出坦克 这样的话意识着我们的乐 已经要快速形成压制了 已经坦克 这边 看下乐是带上的最靠 以及飞行动以及坦克形成防守 部长现在已经开始进行拖牛分区进行展况 他现在的发展速度 在我们的下半部分 但是乐是一个非常善于压制 善于压制对战选手发展的一个选手 反应速度很快 正当这个时候我们看乐现在已经 双方形成一个对冰 乐的牛车选择向前方位置进行逃走 但这个位置上的巨炮出现了停顿 就是上方位置出现了巨炮 又是被激炮引用 然后这里再讲说我们看一下 乐是分出了一波坦克 直接选择攻打上方位置 建造飞行兵拼建造 下方位置坦克进行拼重攻 非常的惊险啊 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乐又是一次拦截住了对战选手的防空 就是这边的坦克 部长快速形成追击 乐是一个非常会把控坦克节奏的选手 而他利用盟军的坦克速度来形成压制对战选手 冰天王的发展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们看一下八牛移重攻 八牛移重攻 部长现在已经被压制到了一片矿区位置 但是仍然还是有继续发展起来的可能 绝对可以的 但是我们的乐 乐现在的情况是几个基地呢 我们看一下双基地 双基地出坦克 出巨炮的一个发展 好 部长又是一次冲进了对战选手的敌营 然后进行对号坦克以及进行拼牛 刚才已经拼掉了对战选手一牛 还在继续的选择拼 好 最后仍然没有拼爆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位法国非常的顽强 他的牛车数量很多 拼再多感觉也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天哪 拼掉了三牛 现在仍然有九牛 还在继续选择出基地 现在我们的乐已经达到了三门基地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边部长又是一次用坦克形成分兵 进行对号 又是防守又是坦克 我们看到我们的乐又是制作出地堡 进行防守 那这样的话 这个钢铁般的防守 仍然是让我们的部长的坦克 无法进行消耗建造 好 我们看一下乐现在的发展速度 已经达到了在我们的左上方位置 进行出到了一个基地 发展速度非常的快 而部长现在的发展仍然可以说是 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如果说再发展下去的话 它的矿距位置都无法进行采矿 因为乐现在已经大规模的 进行占据 部长的一个位置 你看看这些位置上都无法进行一个 快速形成采矿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部长虽然说牛车很多 但是牛车的分布 牛车的分布是很很远的 要不然就是很堆积 无法分区进行采矿 好 你看一下乐 乐现在仍然是继续完成它的发展 现在已经是稳钞胜券的感觉 再继续的延伸我们的小岛位置 我们的部长可能也很难 很难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一个发展 可以看到我们的乐 但是有坦克还有巨炮 还有飞行兵 它的经济上的控制 让它能够各项的兵种 层出不同 对于法国的兵种上的 控制 控制得非常不错 部长打得非常艰辛 仍然很顽强 好 我看一下部长现在做到四中攻 他现在做到四中攻 仍然在继续的选择 发展才是硬道理 面对这样的绝死 处境 这种处境 他仍所握心尝胆 看是否能够绝处逢生呢 好 这个时候他立马选择 进行分到了我们这边的位置上 但这个位置上既有防空 又有巨炮 又有坦克 又有防空 又有这个飞行兵 这波坦克基本上形成一个对号 截图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乐 起码截图发送至我们的直播挑战群 那么这场战况是来自我们的幻影战队的乐 获胜 黄优独压 贵 有这种新鸟 这么正的 讨厌 真是 有的 人 都 费